中共發表第三份對台白皮書 發動新一輪國際輿論戰 在臺灣問題上搶佔話語權 專家認為白皮書通常在中共遇到巨大挑戰及難題 以及有重大政策轉折時推出 表明他們在對臺灣的統戰進程上遇到重大挑戰 中共感受到國際社會對臺灣的支持 以及對中共的圍堵施壓 中共非常憂心 各國力量紛紛介入臺海 會干擾中共的對臺戰略布局 會影響習近平統一兩岸的不適之功 臺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習主任鄭清摩認為 中共新白皮書的出臺 應是軍事演習恫嚇臺灣的延續 中共既不能阻止佩洛西訪臺於前 又無法有效反制美國於後 在北戴河會議的敏感期間 習近平必須加大恫嚇臺灣的力度 來安撫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我看來 這份白皮書的政治服務性遠高於對臺灣的威脅性 這份白皮書有很大的政治成分 是在為習近平的二十大連任做宣傳造勢 宣傳它在兩岸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是有資格連任的 新版白皮書的標題是《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 《新時代》是習近平專屬的政治標籤 用來指稱他執政的年代 臺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顏建發教授認為 習近平有企圖在他任內完成所謂統一大業 對臺白皮書可能會寫入二十大的報告 代表著整個共產黨的政策 《華爾街日報》12日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習近平正在計畫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如果成行 這將是他近三年來的首次國際出訪 分析人士認為 這說明他認為自己能順利在二十大上連任 勝券在握 新唐人記者韓非 綜合報導